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因为昨天的美股回档还蛮多的 所以今天台股行情也很烂 那开盘其实没有多久 一度的最多甚至跌了286点 盘中有一点稍微拉伸 跌幅收连到165点 但中场压下去还是收跌205 收14528 那当然最近我认为 美股它就是在进入一个 即将放价前的整理 那前一封费半 是从2099点 拉到这个礼拜的最高是2913点 涨了一段上来 半年线横盘了一个半月 然后原本做事要突破 因为这一天我记得是CPI的年增率低于预期 那四大指数先开高 震荡就杀下去 最后收一个小小涨 然后隔天升息 确实只升两码 但是人者会的主席有提到说 但是明年要持续的升 所以大家认为就是说 虽然说是升息幅度变小 但是歌中又带音 所以连续两天持续的拉回 又回到半领线附近 那因为一来前面涨了这一段 所以这边大概是针对这一段的一个涨幅 稍微做一个整理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老外就真的准备要放假了 我想这个还是一个重点 因为明年的景气本来就没有那么好 那升息的事情也是一直都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市场的资金本来就比去年差很多 然后像这一波也反弹了大概一个多月两个月 所以外资又准备要 外国人都要去放假 我认为就是说美股再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行情跟格局 往年年底行情 其实如果再多头 行情应该都不错 但今年因为诸多的问题 前面又涨了一段 所以这边可能美股我认为 就是放假这一段时间 即将进入到圣诞节元旦的这一段时间 大概应该是没有什么搞头的 那以台股来说 其实走势就是被美股牵着走 跟非半很像 从十月刹下去涨一波上来 然后利用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在半年线那边盘啊盘啊盘啊盘 前两天稍微涨到均线之上 今天又打回到半年线的附近 就觉得跟非半走势非常的雷同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非半走势受到台积电ADR的影响 那台电又是所谓半导体的最上流 那台电ADR就影响台股的台积电的现股 台积电ADR涨 非半就涨 台电ADR跌 非半就跌 那一样嘛 台电涨 台股就涨 台电跌 台股就跌 所以你会发现台股的走势跟非半的指数 也非常的贴近 所以如果美股再来一个月没有什么搞头 至少我认为元旦之前没有什么搞头 大家台股也是如此 所以指数的部分 大概就半年线那边晃 再来就是看个股的操作 但个股操作它也很有难度 因为原本防疫股大喷 突然间休息之后IP股大喷 喷完之后又休息 今天早上又轮到防疫股 每天涨不一样 然后昨天关锋股今天又挂了 所以很多股票都是前一天强势 隔天就翻黑 但你以为它要死得过两天 它怎么又上去了 所以资金还是在一些特定的族局里面 做一个来回的一个轮动 大概这个行情一直到过年以前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说选股还是要选对 强势股票不怕洗 洗完会再创新高 但是如果说都流行不到的 没有量的 那你就不用玩 因为现在市场资金就越来越少 外资要放假 再来成交量可能1500亿都不到 没有量的股票都没有机会 有人性有量的 有题材 明年有梦的 过年前都有机会 所以这边就是说选股还是非常重要 但大的格局指数 台股美股 我认为再来就是都趋于整理 就是中二型股各自表现 我们手中最强势的IP股就是M31 礼拜三 那天我们是把亚伯卖掉 小赚 转进530块的M31 当天收涨停板 买530收561涨停板 当天买当天就赚了31块 最过瘾的当天买当天赚涨停 一下就赚了超过31块 然后昨天早上最高 甚至来到582 一度已经赚了超过50块钱 涨3.7% 再创新的天价 那后来尾盘 IP股都有拉回 所以跟着稍微做拉回 但昨天还是非常的强势 是最强的IP股 那今天是大盘跌了200多点 所以IP股也都跟着 在做第二天的修正 他都跌不多 盘中大概就最多跌个 大概2% 3%左右 甚至不到11点之前 一度的有一个翻红的表现 那尾盘 虽然说没有顺利的翻红做收 收跌12块收561块 但这个价格仍然 仍然是这一个波段 有史以来收盘价的 第二高的位置 所以我说这个叫做 超强的整理 即便大盘跌200多点 IP股其实盘中也是全面都跌 但是他却可以 一度的呈现翻红的走势 因为他是创历史新高 这一波IP股有两家公司 创历史新高 一个叫创意 一个叫M31 创意今天盘中 也是一样 不到11点就翻红 而且他更厉害的是 尾盘是收涨 那这一波 这两家公司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整理值太阳最高 谁看得出来 后面如果IP股 再来一波大行情 应该领得涨的就是这两家 就是这两家 那其中我认为M31会更好 因为创意可能在第一季 业绩就会进入比较明显的淡季 但M31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个现象 所以M31可能会更强 那M31为什么强 因为第四季我估计要赚9块钱 这我就不细算了 有11 12月份 我估计就赚超过4块半 然后夜外有一比1块3 然后12月份 会是今年入账的最高最高的一个月 营收会在比较大幅度的 创一个历史的新高 加上去第四季 我估计可以赚超过9块钱 那相较于力旺 力旺 今天收盘价 1475 跌30块钱 那昨天收盘价是1505块 所以我一直说 他就大概我们就赚15 然后以过去两个季度的获利是5.37 第二季 第三季是5.33 那第四季如果差不多水准 我就说我就抓5块3到5块半 如果没有什么汇兑 什么其他费用 大概就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抓6块5块半 所以同样都是纯IP股 那M31当然以前获利远不如力旺 但是第四季的获利 看起来是将远远超过力旺的5块5的表现 那M31大概是抓 我抓9块钱 那有机会更乐观 那股价呢 M31昨天最高是580 那今天是561 那利旺我们就抓整数到1500 所以580是1500的大概是38% 38% 然后本益比的话 M31今年大概是 目前大概是36倍 那利旺大概是72倍 所以本益比只有他的一半 那股价只有他的大概38% 一半都不到 一半都不到 那第四季M31会赚得比利旺更多 今年全年M31大概超过16块 利旺大概21块 所以就获利来说 M31是利旺的四分之三 那同样都是纯IP股 同样都是授权给台积电 然后靠着人家的制程 那推进越来越 到先进制程 那IP就全力金越收越多 同样的概念 同样的模式 同样的产业 然后一个获利是21块 一个是16块 M31的获利是利旺的四分之三 那理论上来说 股价应该是四分之三吧 那事实上利旺的股价 1500 如果四分之三 大概1100块 大概1100块 就是说本益比如果一样的话 那股价要超过1100 但事实上现在的本益比 只有到二分之一 所以你真要比价 有一倍空间 那股价目前只有他的38% 所以说即便涨到利旺的一半价格 都还是低估 都还是低估 所以这个比价的效应 它会持续发酵 那其实蛮明显的一档股票 就是说金星科 今天收盘价是530 其实都还是算相当强势 但是你不要忘了 就是说当金星科当初涨到583块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指标 把它定在这边 那个时候的M3E股价 收盘价是460块 460 同一天 金星科的收盘价是562 最高价是583 所以不到一个月前 大概一个月前 金星科价格比M3E超过100块 那时候我就跟你讲说 他会超过他 因为就本业的数字来说 M3E是大幅度的超越金星科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 金星科剩530 M3E剩多少 561 所以不只是最高价已经超越了 所以股价终究是要反映数值 那只是说看什么时候 去反映到他应该有的数值 他可能需要时间 那终究那个方向是不会变的 所以现在再来要追的就是利望 如果利望1500就要合理 那很明白的M3E560 580叫做几度不合理 后面还很有看头 所以再来 如果IP股还有一波非常大的新行情 带领的 我相信应该就会是M3E 然后目前IP股里面最低估的 未来爆发力可能最大的 当然还是有机会是金星科 那今天就很讨厌 又被分完交易20分钟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 很久没有被关了 就怎么一被处置又是20分钟 而不是5分钟起跳 说真的 那个规定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总是觉得 大家觉得很奇怪 当然今天虽然分完交易 卖压也不大了 跌个7块半 大概跌了3%多 只要那样从5000多张 缩到305张 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卖压 那分完交易前面几天 大概就归一下 后面通常就会转强 那很多人都在问说 昨天的法说 那昨天法说 其实公司表示说 那个是主管机关规定的法说 那时间只有一小时 所以基本上就是 比较自视的法说 就是把一些趋势 产业的基本面 跟公司的竞争力的一个方向 大概就表达一下 其中可能有提到 就是说小芯片的技术 未来台湾在大湾那边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谈过了 那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重点在于 就是说他有提到 有一个新的客户 那应该后面的进度 有机会会比之前的A客户 跟B客户速度来得更快 包含可能付款 跟后面的量产的进度 可能会更快 当然公司一贯的讲法就是 没有收到之前也不能多说 但他有提到新客户速度会更快 收到钱之后才会做 比较完整的说明 我想这都合情合理 也就是说明年会有四个动能 一个是A客户B客户 目前仍然在持续的协商付款 那当然希望可以快一点 然后新的客户 我们就叫做C客户 那有机会比AB更快 然后去年第一季 收到钱的日本5G的客户 之前就说大概今年第一季 陆续就要开始量产交货 那保守点可能抓三月之前 所以今年目前看到 就有四大动能 四大新的动能 那如果说新客户 可以顺利在元月份就进来的话 那当然很有可能 明年元月份之后 可能月月就会有业绩了 所以就会摆脱这大概半年的一个营收低 那股价的部分 因为季限也一路压下来了 如果未来一个多礼拜可以持续横盘 或者慢慢涨慢慢涨 那快着一个礼拜 慢着一个多礼拜之后 它可能就穿越季限 技术面转强 如果后面市场开始 对于新客户有所期待的话 股价可能上去就会快 所以这个在经济客的部分 那当然眼前我认为数字最强的还是M31 所以M31会成为现阶段IP股 领涨的带头标的领头羊 所以以M31为最强的指标股 那另外我们也看好一道融兵器股 就是6231的细维 细维做BIOS的 它的server客户过去最大就是微软 那今年下半年最新拿到的是Google的大单 也是server的BIOS的订单 那因为微软大 Google更大 所以光是拿到Google的server的新的BIOS的订单 估计明年营收可能就成长5成 那12月份可能跟M31一样 都有机会有一个 季底或者叫做年底的一个 这个路障的高峰 因为你看去年 9月10月11月都1.2 1.2 1.15 到12月跳到1.4 所以这都是一个年底季底路障 M31也都是类似 那今年9月最高1.44 这是历史新高 然后10月11月回落 那12月份有机会灌进一笔 比历史新高更高的一笔最大路障 那所以12月份的获利就会往上跳 那明年呢 因为有Google大单 有机会成长5成 所以今年估计要赚8块半 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去年是赚5.94 给你算大概6块钱 今年赚到8块半 就是年增大概超过4成的获利 所以今年景气不好 但是很多公司获利还是很强劲 包括IP股跟系维这种股票都很强 那明年成长5成上去的话 有机会赚到大概12块 那一般来说软体股 大概你抓个20倍本益比很合理 IP股都三四十倍去 软体股20倍非常的合理 所以假设真的8块半成这个20倍 不就170 那12块成20倍就240 那你现在股价就还差很多 那当然这叫合理的股价 那它需要时间 但就像我说的 其实我们帮大家挑了这些数字 都非常出众的金费股 你说未来一个好的市场的结构里面 去涨个三成 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所以股票都很有条件 涨超过三成以上 都可以赚三成 所以系维M31 跟明年第一期的经济课 我认为都大有可为 那也跟大家提醒说 我的节目将在12月31号 正式告一个段落 那做这个股价大人节目 也已经前后有超过18年 中间休息了一年多 所以我就说 我们做了16年 其实时间已经超过18年 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 过去这十几年来 对于郑老师的节目 跟我的支持跟爱护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才可以说在这个节目 可以支持这么久 那很多人可能节目 就是换啊换台啊什么的 那都会有变动 但我们这十几年来 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今年真的是 做一个改变的时候 那可能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就是说好像说 是不是说节目结束之后 以后就看不到我每天的 这个想要解盘的内容也不会 因为我会改成 录YT的节目 或者录Podcast的录音 用另外一个方式 在网络上呈现给大家 所以只要你有我的FB Telegram或者叫我的Lite 那每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会PO出 我们相关的节目的连结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一点都不难 一点都不难 那重点就是说 还是要请大家就是说 先来加入这种是Lite 那加入的方法 你可以就是搜寻 这个扫描这个QR Code 就最简单 那或者是这里有一个Lite ID 搜寻小小数 Star Master 你就可以找到我的Lite 找到之后每天盘中 大概11点之前 我就会有一篇解盘文章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有加入的话 然后盘后如果节目出来 未来如果说只是 不用录电视节目 可能maybe早上我就会把 先录一小段一小段节目 就会先PO完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节目的连结 就可以上去看 那对大家就可以很及时的去掌握到 我们的最及时的看法 所以谢谢大家对于节目的爱护 那再来会转做网路的相关的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网路继续来收看 然后加入我的Lite ID 那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还是买的 都是金银股 那带大家做的都是最好的股票 那也谢谢大家的爱护 就是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过去这十几年 你加入过我的达人家族成员 那可能中间因故退出 你还想加入 想回娘家 或者是都没有加入过 那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你现在只要打电话来 搜出达人688的通关密码 我将一口机带你操作到 2023年的年底 就超过一年的时间 有没有13个半月 那现在已经缩短到12个半月 那还是很长 那给大家最长的会期 那这个13个月的时间 可以操作非常多的金银股 就一档一档来 一档一档来 那同时 非凡的观众朋友 只要今天来电 都可以想额外一个月的会期 这可以给非凡观众朋友 最大的回馈 等会我们再聊 假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因为今天受美股的影响 台股中场跌了超过200点 跌了205点 反正甚至跌了超过260点 所以昨天强势的股票 今天很多都隔天就翻脸 那当然我们手上股票 大概也都有受到影响 我认为这里都是合金合力 那重点就是说 你看的股票 它的数字后面会被一路往上开 它的趋势对不对 它题材发酵晚了 它股价没有到合理价位 如果都还没有 会涨停的 它拉回也快 我就常常在讲会涨停的 会跌停会跌停的 它还是会涨停 所以常常强势股拉回过两天就过高 像昨天盘下买的这一档 长辈低价标股2XX 昨天其实我就有公告是2444 照记 盘下买昨天收涨停满 当天赚超过10% 非常的过瘾 那原本预期今天要继续标 可惜遇到美股拉回 台股一口气开盘就跌200多点 打下来就跌7 8% 但今天跌下来的过程 想要量12294张 昨天12234张 今天量比昨天还大 等一下没有锁住涨停 成交还更大 表示有人卖 但是接受的也很勇裕 量完全没有说 不断在做筹码的接受 可能今天低接的比昨天还多 所以这个后面一定还有大行情 主要拉回一来大盘不好 二来11月公告获利0.14 对照它来营收 创了一个新高 原本预期可能会超过三毛 所以可能有点不如预期 那主要是因为汇兑损失吃掉 因为11月份台币真的升很多 所以有汇损 12月份就没有 所以12月份将恢复正常 而且去中化持续带来网通股的转单 那去中化不跟中国的厂商买跟台厂买 不跟有在中国有工厂的厂商买来卖台厂 所以这个转单效应非常的强 所以明年估计就赚两块半到三块 华欣光单季0.72股价涨55块 那这个照进空间就很大 所以带大家买的都是有最强速式的股票 那也回馈给非凡的观众朋友 来电说出达人688加入达人家族 我将带你一口气操作到2023年年底 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只要你是非凡的观众朋友 今天来电额外再加一个月会期 祝大家稍稍顺利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